结合世界母语日 台东文化处图书馆 举办了母语系列活动 12号则是针对了图书馆人员和文化志工 进行闽南语、客家语的导览课程 希望同仁能够具备母语的导览能力 让民众对图书馆更加的了解 也感受到亲和力 进而有效推广民众阅读的兴趣 讲师以闽南语言说明如何借阅书籍 让图书馆人员与志工 更了解闽南语的对话方式 为了推动世界母语日 台东文化处图书馆办理母语系列活动 12号则针对图书馆人员与文化志工 进行闽南语及客家语的导览课程 今天我们文化处图书馆来基盘文化志工 还有其他图书馆的图书馆官员来到这里 我们是说来陪训一下 大家来讲台语及客语 所以早上这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讲台语 台东各图书馆人员与文化志工 能从中提升闽南语或客语的图书导览解说能力 不仅让民众对图书馆更了解 也感受到图书馆的亲和力 不说跟他认识的时候 如果刚才我们一个图书馆的图书馆的官员 要说和乐书的时候 当然他会觉得很清晰 他会管理说在我们这个图书馆 停留的时间就会比较多 当然他会管理说和我们来交流 管理说来了解说这个图书馆 原来你在这些图书馆 我来到这些图书馆 我也是管理会说更方便 来了解图书馆的状状 台东文化处图书馆推广母语不遗余力 期盼从多元方式 让母语能应用在生活中 增加民众说自己母语的机会 并希望借由图书馆人员与志工的语言培训 进而有效推广民众阅读 提升借阅书籍量 就讲解台东时报道